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介紹的車種是福特的Fiesta 這台是2012年款1.6升的NA自然進氣引擎 今天要做的工作是把KT的道路板的避震器安裝 前面的部分因為它的駕駛座這邊 有一個油斧擋住了前面避震器的上座螺絲 所以需要把這個駕蓋把它稍微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大概在這個地方 它需要把油斧把它拆開 但油斧這裡有兩顆螺絲 這裡一顆還有裡面這裡一顆 所以需要把這個駕蓋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面三顆螺絲 那Fiesta的話我們所配置的是前面的螺絲 是5公斤 那比較硬一點的話也可以配置到6公斤 這一個的上面的開口很小 所以我們把前面的調整感把它拉長 所以會比較方便做調整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KT的話這一台車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前面還有後面的上座都不需要再沿用原廠 而且這一個的上座的軸層還是日本口右的軸層 那前面的懸吊系統前面的話是麥花繩的懸吊系統 後面是拖一臂 那前面的離載串部分的話就比較特別 離載串的話需要用KT所附的比較短的離載串 它的原廠離載串比較長 改了KT之後呢我們KT有附一個短板的離載串 需要換成這個短的離載串 它的ABS感應線還有油管固定位置 這些的話呢就都照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呢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所以要調整高度的話呢把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逆時針懸鬆之後 它的藍色的下座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呢長度變短車高就變低 那KT的用料部分 像裡面所填充的主尼友是用 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尼友 油封的部分呢所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油封品牌 日本的NOK油封 所以耐用度上的話是相當的不錯 那在改裝之後呢這個螺絲的固定孔呢 KT比較貼心喔 它有做了一個橢圓孔 所以可以微幅做前輪Camper的調整 所以在角度上的選擇呢會比原廠還要更多元化一些 那基本上這台車的其他部分的話都還是原廠的啦 而且這台是有大包 這台車另外一款的話之前的話有安裝過的是1.6升手排 它的四孔記得是跟一般非進口的好像不太一樣 如果車友的話要換碟盤的話要特別注意 這是前面這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好像也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 後面的懸吊系統呢就跟一般的日系小車一樣 是用拖一幣的部分 那拖一幣的它的結構呢是比較單純 所以維修上的話也比較簡便 像剛上市的Focus四代也是使用類似這樣的系統 那上座的話呢KT後面的話也有附上座 這裡拍不太到這裡有附一個上座 那它的防塵套的話呢是做全罩式的防塵套 所以當車身降下來之後呢它會對軸型 對裡面的軸型呢做全面性的保護 那這裡有一個防塵那個饅頭 饅頭的話我們也都會換新的都有附 它的車高調整呢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所配置的彈簧 它的彈簧公斤數呢是3公斤 所以以Viestra配置起來的話相當的Q軟很好做 那今天的車高設定呢其實並沒有要降車高 因為有大包 所以車高的話呢會維持大概30幅左右 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如果把這裡的距離呢 把它縮短它的車高呢就會變低 所以後面的調整呢 並不是在筒身跟前面的不太一樣 這裡調整的話呢並不能改變車高 這個的筒身調整呢它是在調整我們所謂的自由行程 那簡單來說呢就是在調整彈簧的預載 後面的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最常安裝上的失誤就是把筒身縮得太短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那彈簧一旦預載過多呢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呢筒身會有預音 第三點呢它的筒身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像這樣彈簧跟幣任性分開的結構呢 最重要的安裝就是彈簧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所以這個在安裝的時候呢 要請計時特別特別的小心 我們來看一下不同角度它後面的懸吊結構 是一個扭力糧ToyB的系統 所以這樣的系統呢它在維修上的話其實很簡單啦 在拆裝上的話也很容易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了就是它有一個 它其實是不用拆拆內裝就能夠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但是這個地方看不太到 這裡可以看稍微看到避震器的上部 那這裡的話呢可以從下方呢就能夠拆得到避震器 那要調整阻尼的話呢 我們在內飾板內飾板的上部啊 有開了一個小孔 開了一個小孔之後呢 車友就很方便了 我們把後行李箱把它打開 然後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夠調整到阻尼 不用再把避震器卸下來或者是拆試彈 所以這個戳了一個小孔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跟前面一樣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這一台車在調整阻尼上對車主來說也很友善 很好調整 我們有附了一個比較長版的調整感 方便車友做調整 那今天的車高呢 預計是大概會是三指幅左右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原廠避震器呢 前面的上座 這個是前面嘛 前面上座呢 我們也有附 所以不需要再把原廠的上座拆下來 後面的話呢我們也都有附 所以呢在技師拆裝上的就比較省時 那也比較不容易會遇到說 沿用原廠上座 萬一有異音的責任問題釐清 那像我們KT的話都有附上座 一旦有任何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KT的問題了 這個是原廠的旅圈16吋的1950-16 OK以上是今天的Fiesta的安裝影片分享 如果車友呢有開一樣的車 很歡迎呢 跟我們的KT Racing的FB的粉絲團小編聯絡 也歡迎大家前來試乘 或者是說你對這台車呢 或者是KT的產品有任何問題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聯絡 那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